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一起啟動一級賽馬方程式 來到今天最後一節的一級賽馬方程式 這一節我先講 我喜歡第七場都是杯賽場合 這場是精英門 上次國慶杯其實很多馬都對過 但是那天因為下雨的關係 就抑了一隻飛來馬 壓住了新力風 坦白說 如果你說那天不下雨 新力風應該贏了 起碼主帥第一次騎大賽 都打算贏回場 就是沒有 我也覺得你說得很對 因為有些外面坊間 經常把那些練馬師太過神話化 就把約翰摩亞說得像一個魔術師一樣 他要怎樣就怎樣 當然是爆胎 也不用說了 贏了出來 你訪問一下我 我怎樣回答你 是因為變化場地 很適合我的飛來馬 我已經一早就告訴他 如果當天有下雨 我已經交代了何宅堯 你一定要這樣跑 出戰就贏了出來 都贏了 都不是下雨 因為我背湯尾就少了這麼多馬 最終他跟我說他要選這隻騎 我當然尊重我主帥 他也沒有選錯 贏得很漂亮 不過其實我這樣看 假設我經常在想 如果我們是練馬師 我們有這麼多隻一百馬 我們都要輪流交代 你每一隻馬都應該有一場 他是重心的 我會這樣想 如果我要飛來馬交代 我會放在港澳杯 因為其他的大賽 基本上你不是很有把握去贏 不是這麼說 他們對這個人說人話 對那個人說鬼話 每次都跟你說他 到那次贏了出來 我告訴你就可以了 他們的馬尊 未必會對話 好 不要緊 我這次選的那隻馬 其實在國慶杯那天有跑過 不過那條片 因為國慶杯的參考指數 我覺得不太高 我不如看看主席短途長 這幾隻馬怎麼跑 我馬膽是紅衣醒神 看看那場怎麼跑 這個就是去年的 對 整條看 紅衣醒神就在這裏 四檔 很快時間 三檔幸運如意 一檔就是奧斯卡 三個看完 可以由頭擺到尾 其實在我心目中 紅衣醒神和幸運如意 是差不多級數 你看看這場 為什麼這隻紅衣醒神會輸 前面快 其實說來說去 都是這班短途馬 菲萊猛後面新力鋒 接著有隻幸福指數 幸運如意 這場抽到一個不錯的檔位 於是貼難走 後面有隻龍城猛將 這場也有跑 奧斯卡貼難走 後面就是紅衣醒神 外面有華欣亭 接著那兩隻沒有跑 有德威和退役的首飾太陽 其實幸運如意 沿途走的位置都是漂亮到絕 你問我是不是報名騎得好 是當好而已 拍保騎 我也覺得他會贏 為什麼呢 紅衣醒神騎得不好 你看回這裡 移出去 前面有一隻新力鋒 怎麼辦呢 撞開奧斯卡 接著失平衡了 你看看騎師的身 全都側了 然後看那邊有什麼事 好像玩單球一樣 打側來騎 對 打側了 最後 滑雪的落山賽 對 一隻滑雪地騎 一隻就省了位置 那你歌一下立結 可以 好 看看這裡 這裡 其實莫雷拉整個重心 傾向右手邊 你看報名 基本上 你那裡有一點出錯 他就吃硬你 奧斯卡這場最好 好 可以回來 既然在我心目中 紅衣醒神和幸運如衣一樣 就取決兩件事 檔位 騎師 還有有沒有熱過身 紅衣醒神 今次用羅里亞 不是莫雷拉 但你始終看回 這隻馬 千二米的成績相當好 還有埋門市的課集 比我來說都很吸引 不如看課集又如何 去一去片 看海洋王 我剛才那節也有選擇 偏偏貼欄 紅衣醒神在外面 奧斯卡在這裏 接著海洋王 就在教後的位置 外面 三碟這隻 紫色衣服那隻 這裡也有跑 偏偏放在前面放 入到直路隻馬 其實不是那麼多 紅衣醒神的前速是挺好的 這一課集 放在前面走 奧斯卡 就附在後面 其實這一課集 奧斯卡已經是莫雷拉斯 已經 轉彎 你看看 轉彎是很闊的 最後轉彎 有一段走勢 哇 那些慢徑瘋 就在這裏 嘩 你看 好像突然間去了五波 但是 騎完那一段 之後 一般 按慢之後 又不是那麼多 反而紅衣醒神騎師 全程都沒有騎過 頂住你 偏偏 我覺得級數不及那兩隻 所以 就算騎也不會贏到這組集 可以回來 華欣庭第四 好 可以回來 你看看其實兩隻馬 既然表現 感覺都差不多 紅衣醒神已經熱過身 不如我選擇他做膽 幸運如意 他不是不好 但是 始終是欠一課試集 不是試集 試了兩課集 欠一個實戰的出賽經驗 看他試了一課集 好美 試得 去一去片 童德福在這裏 幸運如意在這裏 當然 大家班數不同 贏是應該的 你看看這裏 他望空那一下 那一下衝刺力 這裏慢慢移出來 一望空 你看這隻馬 你看潘倫的手 小小鬆 等隻馬慢慢剪步 撻行的摩打 你看一撻著摩打 彈掉了 騎師見有 就按住 當然了 童德福是三把馬 其實這隻英明神驅 試得很好 不過千八米 不知道他這場可不可以 好可以回來 這隻馬 除了有一場拍布被控告了 第三變第五之外 基本上又沒有脫過前三名 潘頓突然間接到手 騎這隻馬 第一場通常都不會抓樓灘 至少會很用心地跑 如果不是一個 麻煩你 又打電話給報名回來騎 很流行的 有些什麼都是 打電話 蘇明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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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雅 總之外國的月光特別圓 找些外國騎司騎 潘頓 短途馬 有型格 退役之後 他的重心就放在這裏 所以這場一定是薄 但是差一個熱身 我自己覺得八成的狀態 所以這些馬拖了腳 奧斯卡一對前鞋出現過問題 所以去年十月跑完 一路休息休息 休息到四月再出 但是再出幾場 逐少逐少好 剛剛那場主席 短途獎 你見他追過第四名 到最後有一場千四米 彈掉就有得威來贏 我覺得這隻馬 千二是不及千四 當然你說莫雷拉奇 但是前面那兩隻 他的級數實在太高 所以我自己覺得 奧斯卡這個128分 是因為贏了一場三級數 加上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 不是馬王級數的馬 拖腳好些 偏偏自己喜歡的 沒辦法了 香港跑十次 不是第一就第二就第三 準到這樣的馬 就算你說這次的檔位不好 我一樣拖回他 好了 看看我這場的推介 他有一幅圖 好 順號 1號紅衣醒晨 2號奧斯卡 3號幸運園熱 8號翩翩 如果馬膽一定是1號紅衣醒晨 好 可以回來 好 Michael 你又喜歡什麼 另外 因為明天是東方標行贊助 是 我頑固了十場馬 明天還有一隻馬 最適合東方標行贊助 而他也是中標業條楚分子的馬主 就是第九場十四號的標之星 既然有這麼多行家 明天會進去榜場 他又拿了一隻馬去參加 當然想在行家面前 拉頭馬 到時有什麼老友 我記得一起來一百多人 拉著馬去拍照 都是威威的 所以如果你說 我明天選這隻馬 在明天八幾隻馬上 最好鬥志的是百分之一百 一定是這隻 他不會為了 東方標行贊助賽事 布馬進來 自己身為中標業的一份子 就是這裡 不想去的 阿開圖打算爭分奪秒會報 對嗎 你想想是不是 你最沒有懷疑的一隻馬 就是這隻 所以我從這一場開始 然後做一些功課 就介紹這隻 好 我們去神操 當然不用說 一頭就是你那隻 幸運美金雖然都是我的銀行馬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現在都是八九成狀態 而且這隻馬要回復市卓峰 他始終要市卓峰 就是我想容天鵬 選一個機會 讓市卓峰贏 就讓他不用在那個 跑馬地那裏做了些事情之後 就是沒有回報 上海大師就說 當他在泥狀態 他又有少少頂口 所以他這次 跟他加個楊無面箍內 這個楊無面箍 暫時如果在這個神操體 又不覺得他有什麼實質 幫到他頂口這件事 但是這隻馬的速度很好 秘密武器 其實跑了兩場熱身 我覺得這隻馬已經是 比較好的 你想想他上次輸給什麼馬 輸給愛樂寶 其實這隻馬 就會是一個 其實很適合羅利亞跑的 就是比到來 但是因為明天那些馬的對手 都很強 可能他未必可以突圍到 但是都要注意這隻馬的走勢 就是我大膽一點 今次不選他 但是會看他一次 你看到敬飛寶寶 還有那些僥倖 僥倖的腳是有事的 休息了很久 上次真的僥倖贏馬 當然你問一下葉倖 我們很感謝馬主的耐性 然後又贏了出來 我們知道的 很有信心的 你看看這場 看了這場才算 看看那隻馬是否真的 這麼有信心 這場都贏了 信心十足 出的腳都是錯的 有利高這些 就是初出馬 你看到那些馬 又單薄 還有那些馬 肯定很大脾氣 你看到Rining Boy 放個長蕩來騎 你就知道 那些馬肯定是瘋的 如果你暫時看他 那些出腳 那些節奏感 都不是很漂亮 不協調 很不好的 那些頸 那些肌肉都還未做好 那他的評分高 當然有些 可以注意 公正複象 如果你暫時看到 就算有太陽出 你看到那些模式 都不算太漂亮 但是馬型是多漂亮 你看馬型多漂亮 但是那些模式 各個方面 就不是太好的 就嫌那些左腳出 都還是比較高些 轉腳之後就好些不行 如果他先走左腳 他的左腳 都會有一點點 這些就漂亮了 這些最多一幅 在外國跑三場 人三場 你再看他 現在你看看這步伐 你看馬頭 和出腳的節奏多漂亮 再看這幅是很近的 你看 馬頭多漂亮 多尖 這些是很正宗的 短途馬來的 樣子好像電子群型 很漂亮 這些錢律式馬 只不過當然 他出腳 都還未完全教到他 轉就轉 但是他有一定速度 一定賺 我就會害怕 潘明輝未必一定可以 騎得出這隻馬的水準 因為這馬很重 一千二百多磅的馬 那你一定要 就是他的馬去衝的時候 要拿著很漂亮的直線 盡量不要讓他再轉彎 因為這麼重的馬 那馬在向前衝的時候 你要他轉 很難的 很難要他轉 潘明輝暫時是姜誠 我沒有看到他 是可以完全 是很控制到的馬 真的在衝線的時候 一折線去 所以 開心遊戲 我想也要繼續 再看看他 多跑一兩場 暫時我覺得這馬 都 在三班都不見到他 特別 很積極 陶德福不用說了 基本上保持著狀態 保持著火已經可以了 不用怎麼跳了 那他現在呢 就升那班送人都贏了 那個磅也不重 唯一就是十二檔 就怕有這麼多不利 就看看明天 真的要 就是這個形勢 莫來拉怎樣選擇 他出閘那一刻了 那郭威豐呢 我覺得 那個貝湯美 和大摩 或者和香港馬迷 那麥過去的蜜月期已經過了 你沒借口 那隻馬也有多漂亮 在他的腳也有多靜 你看到嗎 火都變完 他親手摸去 騎就騎了那兩場 上次都已經 後上了 很熟 一轉彎就要轉了 正腳 威信 你會見到 史卓鋒故故不騎 這個行運美金 騎了這手 一來 你會見到 潘頓也沒有馬騎不騎,所以潘頓就套上了,只是美金而已 但你見這隻威信上次也有一定的走勢,馬油很沉,第二第三,都是輸很少 然後你見到很有米的馬,我告訴你,他都要等著1400米 你見到施雀鋒過也不要,都是比較單薄一點,很小的馬仔 你看這馬,你不用看神科單跳,很強,鬥心的馬 你也看到蘇寶羅的馬,如果你長期看到是老柏軒操著的馬,你不需要擔心 老柏軒騎士的時候好不好,一般的,但他在操馬上放了很多功夫 馬法比較默契,就是什麼先頭步的馬都是經過老柏軒去的 好,回來,上次那場標之星究竟跑得有多好 他是不是在這個三班不夠班呢,我覺得不是的,是嗎 他上次那場,我們給大家看看,他休息了很久 然後出來,也都很瘦操的,賽前,我們現場也選了他 你看他怎樣回來輸,很少跑到第二 好,好片段,這裡,藍色帽,有一顆星星 有白星那個 為什麼在這裡呢,你看他的轉彎轉了去哪裡 嘩 外府那麼矮 旁邊有一隻萬里威洋,後面有一隻鮑勝 那隻鮑勝呢 那隻鮑勝呢,也是啡格洛菲的,拉出去外面 他其實已經贏了裡面 裡面已經全部贏了,他想不到外面走到鮑勝回來 鮑勝回來,啟一聲就琴去而已,是嗎 歐洲巨星力弱,現在鐵盤 就是半明輝 你看到,他其實已經贏了這一堆 只不過是被鮑勝琴一琴 而這場只不過是第一場的出賽 休息了好像四個多月 很長時間,之前的健康有些問題 可以回來 你可以看到這些鮑勝很強 他不會說,他很久沒有出賽 沒有了競逐的興趣 他一來就有競逐的興趣 那些鮑勝就在這裡,英文是有沒有黑 他很有黑的鮑 你看到這些鮑勝小的鮑 那些鮑很密的,而且他一拍馬 他又不會縮矣的 他又會跟你死過 就是他不害怕的 這個就很重要 有時候看這些鮑,尤其是神粗 如果他拍的時候 他拍的時候又不縮矣 但是你不停頂 那些鮑,你可以特別留意 陣上一定不害怕的 更正法,九休九個月 你想想,多厲害 然後你說 為什麼我會用標之星做膽 就是因為我一來 我覺得他的鬥志無庸置疑 第二就是,都應該挺好分 應該好像也有 看一看,我想就未必了 好像十倍 這麼好 我剛才來之前,裝一裝也有十倍 因為熱了下去的那隻 童德福那裡 十一倍 我就希望有好分頭 因為我覺得明天的馬 剛才我特意跟大家分析 莫雷拉有六隻的大熱門 其實他這隻童德福 都會有這麼多險 始終都是一隻很新的馬 連續拼幾場 然後現在還要排十二檔 然後這場已經是第幾場 第九場 莫雷拉周居雷頓 在外國又跑完這麼多 然後再停了九日賽 心情又這麼灰 回來之後 已經拼了八場 去到這裡 我就不信 一個挺健康的體能的騎士 去到這裡 你也是一百個百分之一 反而對方 梁家俊就很健康 他不是騎士很多 二日代勞 特別他就算有七場馬騎 好像梁家俊也有七場 八場馬騎 大哥 他們一般有七八場馬騎 有一半是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的 總之不要跌下來 不要困到 還有視盡這些馬 用來將來慢慢用的 但是有機會 他一定把所有的心血液進去跑 我為什麼不選他 是不是 有鬥志 適合明天贊助的主題 也都是輕磅 雖然十當 他也是這樣跑 上次大外蘭也這樣追 還有一個這麼好的賠率 讓你去追 看看我選擇什麼 腳給大家去駁一些冷門 上海大師 不要管他 賠率現在是多少 這些馬你不追著他 你就跑步了 他這麼有前速的馬 上次你也會放放 放到前面 最後一百分才力藥 這次他還有這麼好的檔位 一檔 你怎麼知道他放下放下放下 放下放下 很難 最多一幅 我告訴你 這隻馬很高班 很漂亮 而且你的腳法很純熟 他不會比你的同德福還差 所以他明天也會有些賠率 最得福 最得福 十一 有十一倍 酸熱 當然 他還沒跑過 同德福已經被你見過了 郭威豐 我就是倒背湯尾 你蜜月期已經沒有了 Honey Moon很快就過了 大家很現實 明天他的大賽 如果再加不到什麼成績 就沒有藉口了 對不對 當然 你煮碎制就是這樣 有時候 他心想 你潘頓騎馬的時候 你是什麼 我已經是 手屈一指 你死著風這些小孩子 你竟然在香港還贏我 嘩 他的心理 其實很不舒服 你想想 這些全部都是我 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在他眼眼中 你看他爬文爬武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只騎 大摩的馬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那些珠術來到之後 沒多久 轉公司騎師 就是谷氣的 對不對 好 然後威信 就是駁他的一個 鬥志 因為馬房有很多馬 被人拉走了 有些馬 斷腳 一定要有些東西去衝起 明天其實他有幾隻馬 我可以告訴你 毫無疑問 駁盡的 這個是性格的問題 有些東西不好的時候 他就喜歡找些東西去衝起 所以明天審習成的馬 有一兩隻 知道性 超有利 甚至威信 有機會 百分之百沒有保留 最好贏一場出來 衝起 因為有些馬斷腳 很不舒服 所以 雖然你看我好像一拖五 但是呢 既然的賠率是這樣 沒有所謂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就算你買五條飛 正連贏 五條飛位置連贏 都是好的 標之星 甚至乎你可以把 這個標之星 和剛才我選給大家的馬膽 做一個二孫三 或者也穿著Andrew那些 你自己做一個組合 看看怎樣可以做一個 贏馬方程式 這樣就很有娛樂性了 或者你將自己明天 擺 例如說四百元 作為你的娛樂費 我們每一場 你就拿一百元 怎樣組合它 這樣也都好玩 但是馬呢 是很有趣的 你一定要嘗試做 連贏過關 總之過關 要過到關 那個娛樂才會更加有滿足感的 那你就想想怎樣去過關 你可以位置過關 你可以連贏過關 你可以連贏過關 你可以win過關 這些是好玩 其實Angelo 我們也開始在研究 我們過了十月之後 我們轉了一個形式 我和你每次就比一場馬 但是呢 我們就供一些大彩詞 例如說三T 例如說 媽寶 或者 我們每人再選兩場 是組合我們的馬 就做一個連贏的二村三 這樣 給大家 刀仔具帶著樹式去馬會 死過 好 掘草皮 好嗎 好啊 那麼我們慢慢在十月 先研究一下 十一月轉東草 是的 十一月我們就 轉一個形式 又和大家 嘗試供一些大的彩詞 好啊 但是我們就不是叫你 一萬幾千去推下去 這個不是賭馬 這個就不是賽馬運動 這個呢 你就變成是賭博 你就給自己很大壓力 也就是 我們不鼓勵的 我們鼓勵你呢 可能整個賽馬天 十場馬的你就預一千元 每場平均一百元 夜馬的就八百元 每場一百元 到時候玩一些組合 過關 過到呢 就刀仔具帶著樹 就很好玩了 好 可能隨時讓你贏一次 就夠你玩的貴 哈哈 是啊 好啊 是啊 好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補充 好 總之呢 記住大家 明天有兩場大賽 大家記得 如果有時間 入馬場 不如看看靚馬 我們就 因為要看著電視機 就是很懷念 可以在山圈看著靚馬 走過的情景 如果想更加投入 就打一團煲塔 趁明天的主題 應該這樣玩就很開心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祝各位明天好運 祝大家好運 拜拜 再見